八十太陽報 美股組段爆升249油價漲 2015年7月10日財經 B03官望希債談判發展 加上內地股市反彈 美股週四組段回升 道指升249點 報17764點 納指升72點 報4982點 歐古卡韻、英、法和德國股市美段分別升1.1%和1.8% 紐約旗幼作反彈最多3.66%至每桶53.54美元 現貨金最多升0.8% 希臘局勢最近急轉席下 中國有爆發股災 令外界關注會否影響美國加息部署 雖然多名聯儲局官員於上月議息後公開表示當局最快9月加息 但據聯儲局議息紀錄顯示 部分官員其實早於上月中會議上已注視希臘危機及中國的風險 同時憂慮美國消費開支放慢的情況 有分析認為或導致當局然後加息時機 原匯反復歐元微跌以息結果出爐後 入圓一度抽升上120.41對1美元的七週高位 為逐日再度回軟 增射至最低121.58 錯0.72% 歐元亦反復向下 低見1.1024美元 跌0.48% 反觀 最新就業數據理想加上中國股市回升 帶動歐元顯著反彈 高見74.92美元 跌0.85% 數據方面 美國上週新申令失業救援人數增加1.5萬 至29.7萬的2月以來最高 並高於預期 截至前週指持續申令人數增加6.9萬至233.4萬 同樣高於預期 美女為美企新一輪業職期揭聚幕 上季純利按年微升1.4%至1.4億美元 扣除部分項目後 每股營利19美先 順預期 主要是中國出口增加令旅價售壓 英倫銀行一如預期維持利率0.5厘紀錄低位 以及買債規模3,750億英鎊不變 另邊商 南韓銀行維持利率1.5厘 但把當地今年增長預測 由3.1%下調至2.8% 請議員 按字幕詞 提供 請 su 底件 順利 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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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順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